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部分仪器的软件里都可以调整针尖的默认取样位置 如果样品量实在太少 你可以把针尖往下调 让它下降到能够吸取样品的高度就OK了 那我调到最低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也不能调的太低 太低的话 针尖在下降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到屏底 导致样品屏的碎裂 或者针尖受损产生毛刺 有些时候你肉眼看不到针尖的磨损 但继续使用过程中带有毛刺的针尖 还可能会磨损振作 而且不同品牌量品屏 屏底厚度是不一样的 你按照一种小屏调整针尖的位置 对另一种小屏来说就有可能不合适 容易出状况 这么说来 调整针尖也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作为手材性我还是比换的好了 万一把针尖和制作做弄坏了 那就悲剧了 没关系 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使用内插管 内插管 那是什么东西 这边正好有一个你可以看看 它是一根插在瓶子里的小管子 因为它的直径很小 相同体积下 就可以提高页面的高度 进行微量进行 哦 那就方便多了 但你要注意 内插管也有很多类型 容量和离平底的位置各不相同 在使用不同的内插管时 也要调整针尖的位置 防止针尖处理 啊 还要调整针尖啊 是啊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 但有些厂家提供有自动处理功能的进行器 它能够探测到针尖是否接触到的评底 如果触底 它会自动将针往上抬一小段距离 开始吸引 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长期使用自动探底功能 往往也会造成针尖和针座的扩兆模式 而且 这种针尖器往往都很贵呢 嗯 大家怎么选择啊 好粗节啊 唉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也欢迎大家关注社会学堂的微信公众号 和微博帐号 参与每期视频内容的讨论 大家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 也请给我们留言 下次见啦 拜拜